为了帮助曼菲天使学习一致之长 在社会上能生存 祖山镇玫瑰奇能训练中心 从今年起指导曼菲天使 学习制作小点心 进而组成文创小礼盒 举办成果展 希望让大家看见他们的努力 一同来做工艺支持他们 在大家的配偷下 曼菲天使一起将烘焙好冷却的小饼盖 包装成可爱的模样 准备装成小礼盒来进行发卖 这是祖山镇的玫瑰奇能训练中心 从今年开始 直到曼菲天使 随时制作小点心 甚至来组成文创小礼盒 并举办成果展 今年我们开始 做了我们简单一些烘焙 那我们今年有推了 我们的玫瑰一项商品 那我们结合了在地的产业 我们的茶叶 还有我们青龙 所提供的一些在地的有机米 然后我们组装成我们的一个套装的礼盒 那我想说可以经由这一次的成果展 然后能够让我们的玫瑰的孩子 能够由这个机会能够推展出去 让他们本来是一个手心向上的一个服务 提升到一个手心向下的一个温度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烘焙的一个成果展 能够让更多的一个社区大众 能够看到我们这些在竹山小镇上 这些努力为自己生活努力的这些孩子们 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生活的经验 也因为各级的帮忙 玫瑰其能学生中心里面的曼菲天使 才有办法慢慢推出自己的小礼盒 祖先生公所也表示 为了支持他们 未来会在社区上 可以放一个地方让他们摆滩 小孩子不是具有家养他 也是这样要教他能够 以后能够独立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你看看在我的后望里面的话 就可以看到很多他们自己 有老师协助做出来的很多东西 包括地方的产业的筷子 或是汤匙或是一些米食列的东西 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些都是在地的一些青龙 共同来协助 不只只有共所出力 我们在地的青龙也都看到这个区块 让这些弱势团体 我们的曼菲天使们 都能够独立地站起来 才是我们最重要要做的工作 大家一起加油 他们可以站得很好 这个区块以后可以到我们的中山市场那边 可以看得到 我希望说有他们一个原地 让他们一个装卖机 让他们的野产品能够让大家看得到 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 玫瑰在不在 玫瑰情人事业中心也希望 透过成果展的举备 让大家看见他们努力 过来都是想要订过他们的小底壳 能少他们的QR Code 进入麦菲天使的粉丝专业 来进行语定 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支持这些麦菲天使 接下来有香辛福 主持人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